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咀嚼 奶香味中伴随着果仁香 不如普通糖果那般味道单一 在方方长长的牛炸糖里 承载着许多人的童年回忆 对大众来说 牛炸糖并不陌生 但若想要购买牛炸糖的话 除了在超市购买大众品牌以外 好像就只能从台湾、澳洲等地购买手信 才吃得上一颗牛炸糖 正是察觉到这样的不便 谢顺英萌生了自己手工制作牛炸糖的念头 她本身与丈夫经营着餐饮业 因为对牛炸糖的热爱 她会在工作之余抽时间制作牛炸糖 即便有时忙得焦头烂耳 她也乐在其中 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手工 尤其是自己手工的 还是做吃的方面 就比如说我这间店 我老公也帮我很多 而且这间店的吃之前 不是由我自己的想法 我所知道的牛炸糖 就是从台湾过来 首先就是因为我家里的二姑奶 她原嫁在台湾 就是她每一年回来 看我们都会带过来 所以我就从她那里的手心 接触到牛炸糖 而且我自己很喜欢吃 目前在马来西亚 是比较难买到来自台湾的牛炸糖 所以我就想到自己研究了 在那几年的研究过程中 谢顺英都会与丈夫 一起讨论食材和烹煮方法 每一次煮出来的成品 她都会带给当时的同事试吃 大家都觉得很好吃 但是谢顺英自己并不满意 认为牛炸糖煮得太油了 整张糖果纸上都是油 直到掌握了其中的技巧 才开始在自家餐厅里售卖牛炸糖 你还没有接触它的时候 你会觉得 牛奶糖 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兔子糖 在市场上每个人的卖都是这样 那个兔子糖 我说不是 我没有真正去研究它是什么东西做起 我知道它是带有糖分 糖精之类的东西 但是我这个牛炸糖是完全没有加糖 没有加糖精的 它的糖度是由棉花糖出来的 对于牛炸糖它有自己的原则 像是不使用仿造品 或是有添加防腐剂的棉花糖 而是要找有品质保证的 才能做出健康的牛炸糖 它选用纽西兰进口的奶粉 奶香味比较浓郁 而奶油也要选择好的牌子 才能提升香味 豆类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国家 但是我都是选择美国的 因为美国的来到它的豆会比较好看 而且它烤的时候会很香 尤其我是用200度烤 大概10分钟里面 我的整间店就好像了 有时候顾客来到 你在烤什么老板娘 就是因为这个豆 每当买到大科的杏仁豆 它会将每科切成一半 避免影响牛炸糖的口感 如果豆子太大科 分量就会多过糖的分量 会分薄了牛奶的味道 反而不像在吃牛炸糖 而是吃坚果 然后过程中就是要准备一个锅 那个锅肯定要不贴锅 如果市场上很多人都有 每一家都有 比如我会选择比较好的饼子 就是说中量比较厚的 这样它的温度会比较均匀 热的时候它会保持到四周围 都会一起的热度 如果你用太薄的话 它中间就很快 热度很快 你的手脚慢一点 那个牛炸糖的第一步骤 就是那个棉花糖 它会焦了 你还没有加奶粉之前 它就焦了 然后你再加奶粉下去 你就焦不到它了 当棉花糖在锅里融化之后 就会变成类似塑胶泥的软度和状态 这个时候还无法与黄油混合在一起 唯有在加入奶粉后 三者才能混为一体 他分享说 制作牛炸糖一定要选择奶粉 这是因为整个过程中 如果有水分 牛炸糖就无法重行 因此不能使用水状牛奶 到最后就是要加上豆子后 均匀之后 我们就要马上把它拿出来 放到一张油纸上 马上要推平它 做成一片四四方方的 等待它凝固 它的时间大概如果给我了 我是隔天才来切的 但是如果要比较赶时间 最少要四个小时以上 四个小时以上你切 它就会贴住刀 然后切出来的形状比较好看 一开始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 乱七八糟一场 我们家里的什么形状的刀 都给我们用完了 我们两个都在… 这把刀不行,放在一边 全部刀都用完了 差不多整整家的大大小小的刀 就出动了 还是不行 其实它没有专用的刀 只要那个刀够立 你就可以切了 牛炸糖多半是买来送人 有的人喜欢当手信 或者婚宴伴手礼 因此包装上需要讲求精美 即便只是小小一张糖果纸 我们吃了糖果 就顺手把纸张丢了 谢顺英却花了不少时间 搜寻到自己认为合适的 而她使用的第一代牛炸糖盒子 则是她一手一脚设计出来的 后来订单多了 才逐渐改为机器印刷 我本店就有五个口味 首先我想讲原味 蔓延莓、抹茶 接下来是黑芝麻还有咖啡 但是目前在市场上 还是三个口味 比较大中化结束了 就是原味、蔓延莓、抹茶 因为这三个口味都带出 很有口感的奶味 奶味的香 它不会让原来的味道走掉 至于黑芝麻 但是大众上告诉我 所知道的就是黑芝麻 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 他们也不喜欢吃那种芝麻味道 咖啡的味道很重 它会把奶味盖掉 所以这五个口味里面 我都会保持 至于顾客要求要咖啡的话 我会特别为他们做 但是不是做一盒 因为我一煮出来 就是那一个口味 肯定是五盒以上的 因为我煮一次 可能是四盒到五盒的 最少都有四盒的 所以我不可能煮到一盒出来 这个是特别定制的 这两个口味 牛炸糖制作 本身就是一个体力活 在厨房忙了一整个下午 带糖果出锅之时 就是苦尽甘来的时候了 随着牛炸糖的口味越来越多 包开的每一颗都有不同的味道 但是那熟悉的奶香味仍旧还在 细细咀嚼 为生活增添一丝丝的甜味吧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alesia Tonight 8.30pm Balesia Tonight 8.30pm